没有 沈长认为你啊 心中可能有鬼 这份文件今天给我发下去 告诉他们 令刑禁止 没什么可说的 下级服从上级 这是组织原则 我在身上 任所长 你别走 坐坐坐 坐 任所长 怎么的 我听说 不愿意到这个 国家部位去挂职 你说老我也很想去 不过事太多 走不开啊 我知道 你现在多忙啊 听说要把这个 这 北极股份 都搞成一个大的集团了 孙和平同志 你是不是也应该 向我和省政府 汇报一下你们这个大集团 最新的进展情况啊 刘省长 我早就想向您汇报了 怎么的 你还当真了 你是真的以为 我要听你的汇报呗 刘省长 那还是假的 我正话反说 你听不出来吗 您是在逗我玩吧 我哪敢逗您哪 您是大省长 每天那么繁忙 你知道我繁忙 你还给我添乱呢 我是亲自点名 让你挂之锻炼 你不去啊 我其实怕杨柳周到 那关键时候拆我台 你不用怕 他拆不了 他们两个 比你挺招呼的 刘省长 那我还给您汇个报 你别给我汇报啊 我告诉你我不听 为什么报汇报 您这说话 您刚才还说听呢 这过去皇帝还尽口预言呢 我不是皇帝 我是公仆 我跟你是一样的 咱们这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是 是 你是大公仆 我 我想多了 我就是一企业家 我告诉你 孙和平 你不但是企业家 你还是一个副厅级的 国企干部啊 对 对 那我一副厅级的国企干部 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汇报一下工作 那您是不是得听一听呢 好好好 你汇报 我听 我听 阿姨 阿姨 您别跟马姨一般见识 您老人家跟他拨的啥意啊 那是他逼的我 您说我哪对不起他了啊 对得起 您太对得起他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过呢 马总他其实也挺不错的 他说了 他不让您走 让您留下 他还说了 您留下 他给您提个副总 中兴店的店长 接爱之业的副总 就用中兴店就算了吧 马总的意思吧 那个中兴店以后当总部用 现在这个总部确实太小了 您声按价 那个副总是个虚职 他爸以前跟我玩过这招 你们少来吧你们 那 阿姨 那 那租房呢 您考虑一下 不考虑 不过我觉得 你可以过来跟我坐 不是吧 阿姨 您玩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 爱之一给你的待遇 我是清楚的 我出得比他高 我 我这 你可以考虑一下再回答我 给你时间 我这的前途是很好的